一分钟时间教会大家使用欧阳表 把它调到直流伏的档位 测量一下这块9伏的电池 它的电压是9.65伏 说明电池的电压比较充足 第二个档位调到交流750伏 来测量家用电 电压是239伏 下个档位测量直流电流 把它调到20毫安的档位 然后把这个表笔插在测量电流的插孔里面 这是一块12伏的电池 带动一个风扇 先断开一条线 然后曝光表串联在电容当中 现在表上显示它的驱动电流 是114毫安 测量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 它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下个档位给大家来测一下电容 把它调到20位发的档位 这是一个1.5位发的电容 现在是1.44位发 它在误查范围之内 说明它是一个好的 下个档位是封名档 封名档不仅可以测量RG管 也可以测量导线的通断 封名机响就说明这个线它是个导通的 测量一个小灯珠 它也叫做二级管 只要灯珠亮就说明啊 这二级管也是个好的 下一个档位调到电阻档 先调到200欧的档位 测量一个电阻 你看欧阳表没有任何显示 说明啊两层小了 接着把它调到200千欧的档位 还是没有显示 说明啊还是小 接着再调到两兆欧的档位 直到调到显示为准 现在可以显示 0.829兆欧 说明啊 它就是一个820千欧的色环电阻 在测量的时候 就算调头档位 也不会烧坏欧阳表 这是一款全自动黄烧欧阳表 价格非常的实惠 这一款全自动黄烧欧阳表